2015年桃源新屋保龄球馆起火燃烧 夺走了6名消防队员宝贵的性命 检方对球馆的负责人提起公诉 一二审都是判处6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 没有想到更一审判决大逆转 高等法院认为消防人员罹难和负责人并没有直接关联 改判负责人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 消息一出也让各界相当震惊 2015年1月桃源新屋保龄球馆的一场恶火 带走6条消防员性命 球馆负责人被判刑6年10个月 没有想到案件来到高等法院 更一审刑然大逆转改判6个月 还可以一颗罚金让外界震惊 毕竟是损失6条人命 这样是有点廉价了 我认为现在这个判决轻忽了建管跟业者的责任 新屋保龄球馆违建多年设备老旧年久失收 本该拆除却迟迟没动工 突如一场大火让6名涌烧意外葬身火窟 解放因违反消防法制人与死罪 对球馆流行负责人提起公诉 因而省军判6年10个月 没有想到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决 13号宣判更一审改一失火烧毁住宅罪 判有期徒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36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 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 都不能够救6名消防队员罹难的结果 并被告负起业务过失致死 或者是违反消防法因而致死的责任 约关6条永消息命的场馆大火 法院认为流行负责人并没有干涉救灾 和消防员罹难的悲剧没有直接关联 只是10年过去判决突然大逆转 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 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解林仲强桃云报道